无人本赛季的战绩,从交易得到威少的那一刻可能就已经注定了,这位投射不佳,容易上投,有看似华丽的数据的威少能否与詹梅融合成功。 在之前浓梅受伤的时候,詹姆斯就已经变成了全力詹,场均能够贡献30,不管在进攻端还是防守端,他都是球队首屈一指的核心。 为了迎合威少,老詹甚至成了定点投手,平平空切和定点跳投,只为了让球队的进攻更顺畅。 谁都知道手里有球的詹姆斯更强,可为了球队能够赢球他不得不这样转型。 然而现实却是詹姆斯和威少同时在场的632分钟,球队每百回合竞胜对手0.5。 而威少单独带队的时候,球队每百回合竞赴对手6.9分。 本赛季詹姆斯的出场时间已经高达37分钟了,浓梅的受伤和他在场上负荷太重也不无关系。 这么打球能不累吗?累,如果能赢球也行。 但胡人做到了什么队都能输。如此看来,威少问题最大,不行就交易了吧。 可是想交易他的话,两年九千,一百万的大合同也不可能有球队接手。 有传火箭愿意接手威少,但前提是获得充足的选秀权。 不过,胡人不愿为了送走威少搭上2027年首轮千却只能换回沃尔。 除了火箭外,几乎没有球队愿意在这个时候接手威少,如此看来威少至少要在胡人打完本赛季。 那么既然交易不出去,胡人该如何改善这个局面,好好发挥出威少的威力呢? 首先威少要先从自身做出改变,控制自己的出手并改变投篮选择,有时候连上篮扣篮都不忠,还硬要在外线打铁,这得改变。 再者威少要控制失误,不能再传一些高难度或者随意的球,有些时候队友不一定能接到,容易给对方造成打反击的机会。 另外胡人要让詹威二人的出场时间尽量错开,各自作为持球手带领阵容冲击。 詹姆斯适合一星四射,加上农眉和三个射手算是最搭配的阵容。 个人数据和球队战绩也会不错。 詹姆斯、农眉、威少都是需要控球才能发挥的人。 威少单独给他搭配一套阵容,威少是个必须打持球的,适当给点球拳激发他的潜力,并且让威少持球多跟戴维斯挡拆,多突破。 或者说着重让威少带一下第二阵容,把速度提起来也是一项好建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